今天很高兴 我们邀请到了 清华大学 东基94级的校友 也是我们清华大学 在大陆区的校会的会长 吴振龙 大家好 我是东基94级吴振龙 那目前是在第二届的 大陆地区校友会会长 想请那个中龙校友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大陆区的这个校友会 现在目前的规模是怎么样 然后运作多久 做哪些事情 其实从2014年的11月8号开始 才一年多一点 那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个人 我相信再过一年 这个有可能会再翻倍 就刚刚讲嘛 人数有那么多 才一年的时间 然后一年多的时间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 现在您在大陆 已经有那么多的这个组织 然后也有那么多的校友在那边 那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或是包括清华要即将毕业的这个毕业生 到大陆去的时候 他必须在台湾先准备哪些东西 然后到了那边 你们又可以帮他做什么事 基本上大家还是要先把 你最基本的一些专业技能 把它培养好 建议学弟妹 假如想往大陆发展 第一个就是不要怕 就是来就对了 其实在大陆目前在做的这一工作 就是跟红色供应链是有关系的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趋势 毕竟大陆的规模太大了 然后是我们对比 美国的一些公司 欧洲的 日本的 韩国的 可以看到大家其实 一直要往大陆去卡位 那台湾人 相对于刚刚讲的这些国家 你语言通 文字通 文化也接近 他们都去抢钱了 那我们没有理由不过去 去卡位抢钱 今天非常高兴 这个郑同学长能够在节目中 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